我是Simon Dunn 也是一位舞蹈家 同时也是Marshen Dance Academy的其中一位owner 其实从小到大 我都是一个比较孤僻的人 都是时常在自己的房间里面 玩自己的玩具 看自己喜欢看的戏 就是在十年前 我遇到了一位朋友 他带我去参加了一个舞蹈的课程 但是也是因为在那个舞蹈课程里面 我认识了一班新的朋友 所以大家互相鼓励 跟互相支持 就这样子一直维持到现在 其实我遇到最不如意的事情 就是我身边的人 包括我家人 其实都很不支持我 跳舞 把它当成是正业 因为一开始 当我踏入社会第一份工的时候 我的薪水是蛮高的 高到我的家人跟我身边的朋友 亲人都很替我开心 但是 当我做久了过后 我就觉得 其实我还是想要回到去我自己喜欢的兴趣里面 想要尝试下 可以不可以把我的兴趣变成我的职业 所以当我做出那个决定的时候 我身边的人就开始很不支持我 包括我的家人 都非常非常的不支持我 因为他们看着我的薪水从很高去到很低 而且是一直在用着我以前所赚的钱来 一直维持着我跳舞的生活 所以 当时候的确跟我家的那关系面对到很多很多的问题 但是 我又想继续追求我的梦想 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是有一个计划 怎么样去追求我自己要的东西 但是我家人不明白 所以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做了一个我到现在都很后悔的决定 就是离家出走 去追求我自己的梦想 其实我离家出走过后的日子过到了非常的辛苦 但是在我努力的时候 我遇到了一位朋友 我们就开始创造了自己的第一间舞蹈学院 就是现在的Mustang Dance Academy 当我创造了过后 我就感觉到是时候可以回家跟家人尝试的沟通 所以我就决定回家 跟我家人好好地谈 好好地解释 为什么当年我会做出这个离家出走的决定 当我决定回家跟我家人尝试沟通的时候 我发现了一样东西 就是其实一直以来 我的家人都完全没有不支持我 只是他们不懂我对舞蹈的认真 还有舞蹈的前景 因为他们不明白 所以他们担心 但是当我解释完过后 他们明白了过后 就再也没有反对我 刚出来追梦的时候 一定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那份坚持 跟勇敢面对的心态 当然我强烈反对大家 做到像我这样极端 因为发生了这么多事情过后 我发觉了最重要的就是人与人的沟通 不管是家人朋友或者是另一半都好 最重要的是沟通 大家要互相明白 互相支持 大落众